shuffle 上次種田比賽輸給亚太太 因为他用自己的便便种田 真是输得不抵 搞到我被森林的朋友笑了这么久 幸好有很多小朋友送食物给我做礼物 看看我现在有多少食物 哇哈哈哈哈 哇哇 斯大哥 你又这么多食物还很新鲜 哇 谁让你碰我的食物 你一个人都吃不完 不如让我帮你 哇 想有食物你便自己种 我也想 但我没有种子怎么种 你没有种子关我什么事 对啊 为了着我欣赏我的食物 快点走啊 哇 好 我走 我走 你不要再咆哮了 哎呀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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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朱小妹 我准备做pizza 我有蕃茄 蘑菇 還有粟米 還加些什麼好呢? 我有芝士啊 不如用我的芝士啊 嘿嘿嘿 多謝你啊 朱小妹 如果有菠蘿就更加好了 前幾天我見到師大哥收到很多菠蘿 不如問師大哥要點菠蘿啊 師大哥一定不肯啦 咦?師大哥剛好在外面啊 嘻嘻嘻 師大哥? 你無緣無故叫我什麼事? 嘻嘻嘻 我們打算做個pizza一起吃 不如你拿個菠蘿出來一起分享 那pizza就可以多些材料咯 嘻嘻 不行 為什麼我要和你們分享呢? 我有這麼多食物可以自己慢慢吃 不知多開心 你們不要再向我的食物打主意了 我都說了師大哥一定不肯的啦 嘻嘻嘻 如果師大哥願意分享他的菠蘿 那他就可以體會到什麼叫分享的快樂咯? 正所謂 有福同響嘛 嘻嘻嘻嘻 好像我的菲律賓朋友 采拉蓮那樣 他爸爸是個農夫 之前有宣明會的哥哥姐姐 教他們用好一點的方法種田 令他們的收成變好 一家人都好開心啊 得到幫助之後 采拉蓮的爸爸媽媽都想幫下其他人 將自己種的食物和鄰居分享 見到鄰居收到食物好開心 采拉蓮一家就更加開心了 采拉蓮剛剛就將家中的菠蘿 送給鄰居一起分享 采拉蓮和別人分享 采拉蓮和別人分享 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啊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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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楊太太,披薩真的很好吃 多得有你分享你的芝士 才可以做到這麼好吃的披薩 司大哥,不如你也一起吃 好吃的食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就大家都開心 好棒嗎?沒有我的菠蘿 你們的披薩怎麼會好吃的? 讓我回去吃完菠蘿 讓我先 這麼多菠蘿,我怎麼能吃完呢? 早知道當初就被楊太太拿去做披薩了 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肚子吃得脹了 我吃不下了 這麼多食物,你自己一個又怎麼吃得完呢? 其實你可以和其他朋友分享 但是我的菠蘿就快變壞了 還怎麼和別人分享呢? 我們可以把菠蘿做成果醬 這樣就可以保存久一點 又可以和其他森林的朋友分享 我可以幫你的 剩下的菠蘿頭都很有用的 蛤?你說什麼?菠蘿頭啊? 楊太太,你不是連菠蘿頭都吃嗎? 當然不是吃啦 菠蘿頭可以當種子用的 你有這麼多菠蘿 如果我們全部都用來種 那我們之後就可以有很多菠蘿來吃的 師大哥,你找誰啊?楊太太不在啊 我找你啊 蛤?找我?我沒有搞你的食物啊 我…我…我…我做了些果醬啊 楊太太還說菠蘿頭可以用來種菠蘿 我…我…我就拿些果醬給你了 但是…但是師大哥你最喜歡吃菠蘿的 你也和我分享啊? 你不要問那麼多了 為什麼師大哥突然變了這麼多? 謝謝你,師大哥 哇…之前師大哥送給我的菠蘿頭 現在全部都變成菠蘿了 我以後都不用怕沒東西吃 真的要謝謝師大哥 現在我有這麼多菠蘿 讓我送些給其他森林朋友仔 師大哥,你看看我做了些甚麼食物跟你分享 是菠蘿包啊 哇…不用客氣了 我現在看到菠蘿都害怕啊 我還是先走了 師大哥,不要走啦 菠蘿包裡面都沒有菠蘿的 什麼呢? 哥哥,我是魚魚呀 什麼…我是魚蛋呀 原來和人分産是一件開心的事來的 是啊,師大哥最後都分産了些菠蘿 至少我也分産了些芝士 所以他們就做了很美味的Pizza 我們都幫忙做Pizza啦 HELLO,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琪琪姐姐 楊太太做的Pizza很好吃 我們都幫楊太太一起做Pizza 和大家分享啦 那我們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洗乾淨的手 先要加鹼液的 洗好手之後呢 就看看今天有些甚麼材料 首先呢,就要個芳包做Pizza的底 跟著呢,就要有芝士、粟米、腸仔 不要忘記還有師大哥最喜歡吃的菠蘿 那我們呢,還有茄汁啦 如果呢,小朋友家裡有的話 都可以加上沙律醬、黑椒和香草 還有呢,有些甚麼材料想加 都可以請家人準備的 那小朋友,你準備好嗎? 準備好,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做了 首先呢,就把腸仔切片 先切好一邊先 切的時候呢,記得要請家人幫忙 要不然呢,切到手仔就會很痛的啦 好啦,那我們切好腸仔之後呢 就可以切完菠蘿 好,那切好之後呢 都可以放在一邊先 好,那切好那些材料之後呢 就可以裝飾我們的Pizza的啦 首先呢,就拿塊放包 好啦,它是Pizza的底 跟著呢,我們就可以擠些茄汁上去的啦 切好茄汁之後呢,就可以放一塊芝士上去 那,那切好茄汁和放好芝士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裝飾你們自己的Pizza的啦 那首先呢,我就將 那些小腸仔,就平均放在一塊Pizza上面 跟著呢,就可以放在菠蘿 跟著呢,就可以放在菠蘿 跟著呢,就把粟米放在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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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塊Pizza就裝飾好了 那我們呢,現在可以準備烘的啦 那烘的時候呢,因為要開火啦 那所以呢,記得要請大人幫手啦 那火呢,開小火就可以 如果開太大火的話呢 那塊Pizza焦了就沒得吃的啦 那我們呢,就把那塊Pizza放上去 好啦,跟著呢,就計時三分鐘 跟著呢,這三分鐘呢,就蓋上蓋 等它就可以的啦 哇,我們的Pizza吃得啦 打開蓋子,看看現在怎樣 哇,現在很香啊 好啦,那呢,很熱的 拿出來的時候呢,記得要小心一點 好啦,那我們拿了Pizza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裝飾它啦 那呢,我呢,這裡有 沙律醬,黑椒和香草 就可以裝飾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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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放完沙律醬之後呢,就先加上黑椒先 最好呢,就加上香草 我們的Pizza做好了啦 小朋友回家之後呢,也可以試試做的 可以呢,做多幾塊 和朋友仔一起分享又可以 做一塊之後,切開幾份 和家人分享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我叫強飛啊 請你,我是蕭主子啊 原來做Pizza是這麼簡單的 大家都一起去做Pizza和人分享啦 那我去簽啦 我又要了,又要了 我不會再做Pizza Ahh C